带上你的爱呀去新疆 大家好我是新疆孟子哥 你们特别想知道我现在在哪是吧 我还是在燕姬县 在燕姬县的酒庄 燕姬县的酒 红酒是非常出名的 我们先跟着负责人下去先到酒店 然后接下来呢 一块进 现在呢我们已经走到这个酒庄的地窖中心了 酒庄地窖中心了 我们可以看到市中的全市摆放的红酒 然后呢 在我正对面的那个方向呢 刚才负责人跟我说是一个瓶装酒的一个包装区 然后在我这个方向就是木桶区了 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些问题 我们来请负责人给我解答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有横温横湿呀 这个温度我们储存这个酒窖的温度一定要保持在 13度的温度在湿度在70%的情况下进行保存 这样才能保证酒的质量 那这个酒庄是从杀手开始建成的 到投入运营 我们2016年把所有手续办完才刚刚投入运营 我们先去瓶装区啊 这个这个方向就是了 而且呢 你进到这个酒窖一个 头顶上这种确实有点酒保的感觉 酒保 放比较规整 而且这边的一些铁架子 放全是这个已经包装好的酒 已经包装好的酒 他们酒的进瓶子要在这放了两个月以后才会进入市场 这边呢就是一个木桶区啊 木桶区 在进木桶区之前呢 我身份了全是已经成品的一些东西 包装好的 这边是木桶区 在这木桶呢 不少多 毕竟是16年新开嘛 但是这也是咱们延吉县最大的一个葡萄酒生产基地 闻一闻完确实用那三个葡萄酒的味道不至于 嗯 毕竟是地下的这个回音还是比较有的 回音还是比较大的 现在呢我们通过地窖的这个楼梯呢 再往上走 回上面去 上面是呢 就是这个酒庄的展览区 我们先上去瞅一瞅啊 这会儿呢 我们就进入了这个酒庄的展览区 成品展览区啊 我们看看两边的墙呢 全是放一些成品的红酒 然后呢还有这个酒庄得到的一些荣誉啊 一些证书等等之类的 但是呢 因为新开啊 随便摆了一些 但是呢 酒还是有的 每年都能有400多吨的产量了 是吧 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和特殊的气候环境 可以使种植的葡萄获得完美的成熟度 毕竟是在这个霍拉山脚下 有六个品种 有这个 吃虾猪 美乐 嗯 马瑟兰 嗯 这个这个希拉 还有 嗯 贵人乡 还有 好重的这个红酒味 我们现在就进了他们的生产车间 而这个呢 是一个二楼 可以俯瞰整个生产间的一个全景啊 今天呢 不是上班的时间 他们呢 工作人员也不在 但是一进来之后啊 哎呀 这个香味太死了 确实很足 啊 红酒这个香味确实很足 这真是名不虚传 还真是这个 咱们新疆间济回民自治县的 很牢道的一个酒庄 而且都是形成一个规模性的 平常时候这个每年这个旅游季结束 有没有游客直接就说是陈批让似的 往这个酒庄吧 有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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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上个礼拜还在这儿有那个叫百列万人 呃 呃 嗯 在我们这里有六百个人啊 上个礼拜 嗯 嗯 嗯 从葡萄的进口一直到 一直到这一头的葡萄瓶装 嗯 他们都要把这整个过程看了一遍 他们就了解了葡萄酒怎么样 从葡萄变成酒搬 变到瓶子里头变成酒啊 嗯 那么一个过程 这个地方是真心的不错的 你看吧 飞舞的蝴蝶 还有鸟叫 花香 啊 这边的绿化 这个地方呢就是燕吉回名自制县 啊 霍拉山口冲击山平原 然后这个地方呢也是呃 这边的一个酒庄啊 非常有名的一个酒庄啊 我们现在呢就已经到了这个有机葡萄种植基地啊 啊 大家可以看到全色葡萄啊 1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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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 但是呢 他这个每亩葡萄呢 还是有规矩的 整个规矩吧 每亩地呢是266株啊 葡萄树 而且啊 它的现产就是400公斤啊 一株葡萄呢 只能生产一瓶红酒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防护林啊 是沙棗沙棗 然后白羊沙棗白羊这样的 每一块地呢 它都有像这样的防护林啊 这个地方呢就是黄金地段 北纬42度 充足的光照 完美的成熟度 哎嘿嘿嘿 才能酿烧出最好的葡萄酒 我走过多少地方 最美的海是我们新疆 追寻幸福的方向啊一路的长 带上你的爱呀去新疆 姑娘的眼神幸福的方向 尽情挑拨歌舞的海洋 尽情挑拨歌舞的海洋 尽情挑拨歌舞的海洋